大家好,我叫姨彭彭,姨蠢的姨,由彭学员发来的彭,今年16岁,现在在上高三,我是在中文出生,在美国长大的,我有很多兴趣的,很多的兴趣爱好,比如说画画,听音乐,唱歌,打泰拳道,等,可我最喜欢的是学习中文, 其实最开始上高中的时候,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说,就会英文,因为在我的家里没有人会中文,你们可能在想,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都不会中文吗,这怎么可能啊,这是因为我的妈妈不是中国人,而是美国人,我在中国江西村出生后,被留在一所国人员的大门前, 当我九个月大的时候,我被一个单身的美国妈妈收养了,她带我来到我,我的新家,美国约,五年后,我的妈妈又收养了另外一个女孩, 我十四岁前,完全都不会中文,到了高一的时候,因为我见到这个,鼓励我的人,才意识到学习中文的重要性, 我在图书馆见到她,我们们快成了朋友,我问她,能不能教我中文,她欣然同意了,开始被安排上西班牙语课, 所以我第一年的中文是自己学的,自学的,我会每天读中文书,用不同学习中文的软件,还会在笔记本里写下来,让我感兴趣的新词汇, 学了中文后,对我的影响很多,比如,我可以叫更多朋友,也可以去法拉圣帮我妈妈买菜,很难相信,我只学了中文两年,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中国文化,中国习俗和中国历史,学习这些东西真的让我很开心, 我目前的梦想就是去中国留学,因为我想体验中国学生的生活,还想学习更多关于中国,谢谢